我妹才19岁 就怀上了男同学的孩子 为了她的前途 我劝她打胎继续学业 我妹不肯 我连和我妈强硬地把我妹 带到医院做了轻工手术 后来我和我妈省吃俭用 供我妹出国留学 她却一辈子没再回来 这时我们才知道 她恨了我和我妈一辈子 我妈想念小女儿想的夜不能寐 趁我睡着 用枕头捂死了我 再次睁眼 我跟我妈都再次重生了 姐 我求你了 就让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好不好 我妹灵暖搂着我的胳膊 正亲密地冲我撒娇 从窒息中醒来的我打个寒颤 下意识地推开灵暖 灵暖一时不察 摔倒在地 她尖叫出声 林可 你有病吧 你不知道我怀孕了呀 话音未落 从门外冲进来一个人 眼底满是震惊地看着我们 灵暖下意识地捂住肚子 刚想解释 我妈先一步扶起她 满眼心疼地叫唤 哎呦 我的小乖乖 快起来 你现在的情况可不能坐在地上 林暖善善开口 妈 还不等我妈开口 她又着急地说道 孩子我要生下来 你别想阻止我 她话还未说完就对我妈打断 好好好 生下来 妈给你带 你继续上学 林暖吃了一惊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妈 你昨天还让我把孩子打掉 今天怎么救 我妈温柔地摸着林暖的头发 眼里含着泪光 昨天是妈不好 妈不该说那种话 你想生就生吧 妈支持你 林暖瞬间红了眼眶 扑到我妈的怀里 失声痛哭 我冷眼看着这份 母字字消的画面 心里明白 我妈跟我一样也重生了 毕竟昨天她还扬言 林暖要是敢把这孩子生下来 就别认她这个妈 哭够的母女俩终于想起了 坐在一旁没有任何反应过 我妈狠狠踹了我一脚 吩咐道 你赶紧给我去做饭 千万别恶坏你妹和我的乖孙 林暖见我妈是真心实意 接受了她肚子里的孩子 握着我妈的手 信誓旦旦地承诺 妈 谢谢你 你放心 以后我会和孩子一起孝顺你的 我实在没忍住扑刺一下笑出声 就林暖这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还孝顺我妈 反正我是不信的 意识到我的嘲笑 刚才还可怜兮兮哀求我的林暖 瞬间变了脸色 她指着我对我妈哭诉 妈 姐姐让我打掉孩子 她还推我 想把我弄流产 我妈掐了我的胳膊 把我赶出房间 要是你妹肚子里的孩子出了事 我杀了你 要是以前我还会觉得 我妈是在跟我开玩笑 经历过被她亲手杀死后 我才明白 她是真的不爱我 我妈把我带到客厅 直奔主题 现在你妹怀孕了 要花的钱还多着呢 我看干脆你这个学业比上了 跟上辈子一样 我妈还是为了凌暖 要牺牲我的前程 她嘴里嘟囔着 等会儿你就给你们辅导员 打电话办退学手续 去你就妈家的工厂打工 工资每月按时打到我的卡上 我再给你100作为零用 我冷漠地推开我妈 走到房间收拾东西 我是不会退学的 至于学费和生活费 你本来就没给过 我也不需要你给 我妈没想到我会拒绝 拦住我 满脸怒气 你不去打工 就我一个人的工资 怎么可能养得了 你妹和你外甥 我好吃好喝的 把你养到20岁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自私 我冷笑 妈 我寒窗苦读12年 才考入我梦想的大学 你一去退学 就要毁了我这么多年的 努力和前途 你不自私 我妈脸色一僵 片刻后恨声道 我是你妈 你这条命都是我给的 别说我让你别读书 就算我让你死 你也没资格说什么 看着我妈面目猙獰的脸 我鼻尖一酸 胸口像刀脚一样 隐隐作痛 上辈子没来得及问的那个问题 我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口 妈 你到底生是我的亲妈 我妈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呛声道 老娘疼了整整两天 才生下你这个讨诈鬼 就因为你不是男孩 你奶奶使劲蹉跎我 你四岁克死你外公 十八岁克死你爸 你就是天煞孤心行克六亲的命 当初你一出生 老娘就该腻死你 省得你现在主意大赶 跟我对着干 这个学不管你愿不愿意退 你都要退 经历了上辈子那些事 这辈子我不会再任由我妈摆布了 我不顾她的阻拦 利落地把重要东西 和一些证件收拾好 拉着行李箱出了门 走之前我撂下话 要是你敢逼我退学 我就把凌暖被人搞大肚子的事 闹得人尽皆知 我妈目自欲裂 你敢 我朝她挥了挥手 往等在一旁的滴滴车走去 你看我敢不敢 车子启动的那一刻 我妈追了过来 我还能清晰地听到 她嘴里的嘟囔 这是怎么回事 明明上辈子她答应了呀 我望着车窗外 一闪而过的风景 隐忍多时的眼泪 再也控制不住滴落下来 确实 上辈子我和我妈 强行把凌暖带到医院打开后 凌暖把自己关在房里 不吃不喝 她用自杀威胁我和我妈 让我们供她出国 我妈只是一名普通工厂的女工 就连供两个孩子上学 都费尽了心力 更别说要送出国了 没办法 心怀愧疚的我接受了 我妈让我辍学打工的提议 跟她一起进了救妈家的工厂 为了照顾情绪不稳定 经常用自杀威胁我妈 达到自己目的的凌暖 我放弃了去大城市工作的机会 跟我妈守在她身边 省吃俭用 送她出国读书 可凌暖在拿到家里老房子的拆迁款后 就不再主动跟我们联系 哪怕我妈查出癌症 她也没有回来 钱更是一分都没给 那时凌暖任职了很好的公司 年薪百万 治疗我妈的病绰绰有余 她却只用一句话打翻了我 她要死了 真好 也算是还我孩子一条命了 那你什么时候死啊 我费都要气炸了 可是在想 小女儿想个夜不能昧的我妈面前 还是找理由帮凌暖原谎 后来不知道 我妈从哪里听说凌暖不愿意回来看她 都是因为我要让凌暖赔给我一部分拆迁款 趁着我睡着 我妈用枕头无死了我 既然凌暖这么想要这个孩子 我妈这么想要这个女儿 那我就成全她们 我回到学校 立即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兼职事业中 大学四年的学费 是之前就办了贷款的 可以毕业后再还 生活费也一直都是我自己赚的 经常还要连续啃几天馒头 从牙缝里省钱补贴凌暖 我对这个家的付出和牺牲 我妈从来都看不到 她的眼里只有成绩优秀 长相漂亮的小女儿凌暖 经历过上辈子的事 我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傻了 就在我专心赚钱 为钱皮育奔波的时候 了解给我发个视频 林暖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 说两句话就大喘气 一副病得不清的样子 我妈拿着一包纸巾 在旁边哭得撕心裂肺 嘴里不停念叨 我可怜的孩子有 年纪轻轻就患上白血病 眼看马上就要高考了 现在只能休学 天杀的白血病 让我们锅儿寡母怎么办啊 还有我那个黑了心肝的大女儿 只顾着自己读书 问我要钱买名牌 这是一点都不提许我们 视频的热度非常高 评论都是在可怜我妈和林暖 以及讨伐我的 不知道我妈去哪里搞到的 林暖患有白血病的证明 给林暖办了休学手续 还在网上直播卖惨 获得了很多打赏 表姐指责我 林可 你妹妹生了那么重的病 你不照顾她就算了 还把你妈要给她看病的钱都拿走 你还是不是人啊 旧妈和外婆的电话 也接踵而来 我全都没接 看来我妈是堵定我手上 没有林暖怀孕的证据 想要把脏水都拖在我身上 她和林暖还要像上被子一样 喝我的血吃我的肉 简直做梦 我在等 等舆论发酵到顶峰 等我妈收到的打赏金额足够大时 我才准备出手 而且 我还差一样实锤的证据 只是我妈和林暖 比我想象的更恶心 他们在直播间 说些让别人误会我的话 那些所谓的正义人士 打电话到我们学校 举报我品行不端 让学校开除我 我在学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漠 辅导员和领导找我谈过几次话 言外之意就是 这件事解决不了 就要取消我的奖学金 还要给我处分 作为专业第一 辅导员和领导 给了我绝对的信任 还把校园网上 对我不利的谣言 全都清楚 这天我在食堂刚打完饭 手上端着餐盘 到处找位置坐实 住在我家对门 跟我亲为竹马 一起长大的男朋友谢玉 故意打翻我手上的饭菜 吸引了很多同学的目光 我纯白的T恤上 沾满了油脂 饭菜散落一地 看起来愤外狼狈 谢玉攥紧拳头 清凉的嗓音里 满是怒气 宁渴 你为什么不辍学 打工赚钱 给暖暖治病 你明明知道 光靠你妈一个人 根本称不那么昂贵的医药费 到底是你的前途重要 还是你亲妹妹的命重要 我盯盯地看着她 嘴角扬起一抹嘲讽的笑意 身边正好有两个同学 拿着剩饭在这看戏 我二话不说 拿过其中一人的餐盘 从谢玉头上扣了下来 趁谢玉还没回过神时 我又拿起另一个同学的餐盘 把饭菜泼在谢玉身上 之前还热闹的食堂 瞬间鸦雀无声 过了几秒才爆发出唏嘘声 还有谢玉震耳欲聋的叫喊声 我不屑地扯了扯唇脚 用谢玉能听到的声音骂道 傻逼 丢下这两个字 我转身就走 还记得高考结束那天 谢玉莫名其妙跟我表白 我的心犹如小鹿乱撞 十分开怀 我还以为我的暗恋 最终会化成泡沫 永远没有说出口的机会 谁知谢玉竟然成了我的男朋友 谢玉曾经说过 离家千里的一所学校 才是她的梦想 就为了我留在本市上大学 并且义无反顾地 跟我填报一样的志愿 上辈子我妈无死我后 我的灵魂还未消散时 我才知晓 我从来都不是谢玉的最佳选择 我只是她为了守护心上人 退而求其次的无奈 谢玉追上我 扯着我的手臂不让我走 你凭什么骂我 像你这种自私自利的 她话还没说完 就被我冷漠地打断 谢玉 我们分手吧 谢玉正愣几秒 挑了挑眉 似笑非笑 怎么 想用分手威胁我 吸引我的注意 宁可 我不吃这套 别想着用你的脾气 在我这刷存再赶 我最烦你这种了 我不愿意与谢玉做过多纠缠 脚下步子越卖越大 身后传来同学们的一轮声 他们俩不是男女朋友吗 就连谢玉都这样说她 看来网上那件事八成是真的了 咦 这种冷血无情的人 我们还是离她远点 我吸了吸鼻子 把即将掉落的眼泪 硬生生憋了回去 在厌恶你的人面前 哭是最没用的 从那天以后 谢玉几次想找我麻烦 都被我躲开了 又过了几天 闺蜜那边终于传来好消息 她帮我拿到了 领暖生病造假的实锤 还有领暖偷偷产检的照片 就在我准备 把领导怀孕的证据放到网上时 我妈在学校门口 带着直播记者跪在了我的面前 可可呀 你妹妹她 我求你了 你回家看看她吧 她很想你 昨天我把结婚时 你爸送我的金项链给卖了 换了些钱给你妹 买了她最爱吃的鲁鸡腿 可你妹怎么都不肯吃 她说要给你留着 你能不能回去看看她 最后一句话 我妈说的十分卑微 成功点燃了围观众人的怒火 有激动的大妈 对着我破口大骂 这女娃的书 真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自己亲妹妹病重都不说 要回去看一样 亲妈都给她下跪了 她也无动于衷 啊呸 这种畜生学校 就应该把她开除了 也有我们学校的同学 对我露出鄙夷的神情 听说林克是专业第一 早两天还拿奖学金 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她真是一点都没想要 留给生病的妹妹 跟这种人一个学校 简直是我们的耻辱 骂我的人越来越多 我扶起我妈 没有错过她眼底 一闪而过的得意 她凑近我的耳朵 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到的声音说 你不愿意退学 我有的是方法让你妥协 林克 你认命吧 就你读的这种普通大学 能有什么出息 以后还不是要靠你妹 我用力掐了下自己的大腿 把这辈子和上辈子悲伤的事 全都回忆了一遍 硬是挤出几滴眼泪 朝我妈大声哭喊 妈 我知道你从小就喜欢妹妹 可你也不能昧着良心污蔑我呀 证据我都放网上了 大家搜索我的名字 就能找到视频 我妈抹了一把眼泪 莫名其妙地掏出手机 等她反应过来时 我已经回到了宿舍 我没牵上热门 借着我妈带来的直播团队 很快我视频的热度 也在飞速上升 里面有我离开家时 偷偷拍下的凌暖的逼抄单 还有我让闺蜜妈妈 帮我调查的凌暖 造假自己患上白血病的实锤证据 我这一招 把我妈和凌暖打得措手不及 他们不明白 从小到大 一直自卑怯懦胆小的我 怎么突然有了 与他们对抗的勇气 并且还在他们的精心掩盖下 找到证据 我妈气急败坏地给我打电话 林可 你是想要毁了你妹吗 赶紧把视频给我删了 跟网友解释 这些都是你恶意灭造的 你想读书 我没逼你退学吧 我和你妹只是想赚点孩子的奶粉钱 爱你什么事了 我被我妈的厚脸皮给震惊住了 她还在继续数落我 你妹现在因为这件事 天天在家里哭 要是她和肚子里的孩子出了什么事 你就给我滚出这个家 再也别回来了 正好 那个她跟凌暖的家 我早就不稀罕了 我妈悠悠开口 行 这可是你说的 从今以后 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 我妈正愣片刻 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林可你这件货 想要断绝母女关系 可以呀 给我一百万 要不然你休想 你妹的孩子 就是你的孩子 这辈子你不结婚也好 找个有钱人把自己卖了也好 都要给我养 要是你乖乖听话 以后你妹还能从指缝间给你漏一点 要是你继续名弯不灵 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懒得再跟这种无耻的人废话 直接挂断了电话 去图书馆的路上 细雨拦住我 一副受到巨大伤害的样子 看起来快碎了 她颤抖着唇 像是鼓起勇气般问出口 暖暖她 她真的怀孕了吗 我打亮着眼前 这个上辈子默默喜欢的少年 喉咙像是堵了什么东西一样 难受而又刺痛 是真是假 跟你有关系吗 细雨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语气不善 你这是什么态度 暖暖不仅是你妹妹 也是我妹妹 你不关心 她还不允许我关心她 你怎么一天到晚 就知道吃自己亲妹妹的错 她拽住我的手臂 理所当然地命令到 把网上暖暖怀孕 和生病造假的视频删了 我相信暖暖一定是有苦衷的 我听我妈说 很多人都闹着 让你妈和暖暖退钱 她现在肯定特别的无助 你是她姐姐 你要帮她 你是姐姐 你要帮她 这句话我妈也经常对我说 就因为我比林暖大两岁 我就要承担她的所有吗 我转过身面对谢玉 直直地盯着她的眼睛 突然笑出了声 谢玉 你知道林暖为什么不跟你在一起吗 谢玉有片刻的恍惚 还不等她开口 我继续说道 因为她嫌弃你家没钱啊 她亲口说的 你长得又不帅 家境普通 个人能力平平 只有我这种傻子才会喜欢 她才看不上呢 你呢 却以为她是顾虑我喜欢你才拒绝你的 你才是那个最大的笑话 我不再看谢玉越来越阴沉的脸色 嘴角倾着一抹灿烂的笑 朝她挥了挥手 大步往前走 再也没有回头 我妈和林暖后续的事 也断断续续地 从我闺蜜桥月的口中知道 直播间打赏金额巨大的那些人 联合起来去法院起诉了 我妈和林暖要求他们还钱 一开始我妈还不愿意 叫嚣着是他们自愿打赏的 那些人可不惯着我妈 直接打电话报了警 我妈和林暖被吓得去老家躲了起来 贼心不死的我妈 还不忘记给我打电话恐吓我 你妹肚子里揣了一金疙瘩 可是我们C成首富的亲孙子 沈夫人已经答应 如果你妹能给他们家生的大胖小子 就同意你妹嫁进去 我不管你是去借校园贷还是去卖 都必须给我们把这笔钱填上 等你妹成为首富儿媳 少不了你的好处 好好好 这竟然是我亲妈说出来的话 简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刷新我的下线 我反手就在网上匿名爆出老家地址 大意面亲的把我妈和林暖的行踪 透露给打赏的网友 乔约乐的不行 有人去你们老家门口泼粪 把刚准备出门的你妈泼了一身 每天都有人去找你妈和林暖闹事 林暖差点被下流产 你妈逢人就说林暖要嫁给首富的儿子了 让亲戚们光把闹事的人赶走 愣是没一个人理他 倒是你就妈来劝过 他就一头撞死在你们学校门口 我呵呵两声挂断电话 顺手还把林暖拉黑了 像我这种被亲生母亲杀害 死过一次的人还会怕这 不过我还是收拾东西回去了一趟 我倒是要看看 我那个好妈妈到底还要闹什么幺蛾子 老家我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 这是我爷爷奶奶的房子 上辈子有公司看中我们这个村的旅游前景 出钱收购土地 老家的房子也在拆迁范围内获得了一笔赔偿 这笔钱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见过 被我妈一分不落的都给了林暖 见我回来 我妈搭拉着个脸 你现在出息了 都敢不接我和你妹电话了 我放下东西 不置可否 说吧 叫我回来干嘛 我妈丢出几份文件 满脸嫌恶 赶紧的 把字签了 这是市里那套房子的房屋售卖合同 我妈从小就对我不好 我爸迷流之际 强称地把市里的房子填上我的名字 就是想要给我一份保障 现在市里那套房子房产证上 有我和我妈的名字 我妈想卖掉 还需要我的签字 我不同意 你缺钱就卖老家的房子 卖市里的房子干嘛 我妈脸色铁青 在我后背狠狠拍了一下 你懂什么 最近几年房子的价格都不好 再不出手以后 卖都卖不出去 我们老家这套房子可是金箔过 再过一年就 话说到这 我妈戛然而止 我扑刺一下笑出声 好啊 既然这样 我同意卖掉市里的房子 我妈和林暖对视一眼 喜上眉梢 还不等他们高兴多久 我话风一转 接着道 不过 老家这套房子 你要加上我的名 我妈顿时一蹦三尺高 声音变得尖锐刺耳 林可 你疯了吧 你知道这套房子值多少钱吗 就敢让我添上你的名字 我双手环胸 靠坐在椅子上 嘴唇上扬 笑意却不搭眼底 这套房子 我当然知道值多少钱 才有兴趣问她要 上辈子 林暖用一副 我们亏欠她许多的样子 让我把市里那套房子 过户给了她 林暖立马卖掉房子 作为她出国的学费 我跟我妈挤在狭小的出租屋 为她的前途偶心力血 我把房屋售卖合同 推回我妈手边 冷笑开口 要是老家房子不给我 那么市里那套房子 我也是不会卖的 拿上东西 我抬脚跨出了家门 林暖追了出来 在我身后扑通一声跪下 姐 我求求你了 把市里的房子卖了 还钱给别人吧 要不是因为我怀孕没钱 你也对我和妈不管不顾 我们也不会在网上直播呀 房子没了还可以再买 但是欠别人的钱 总归是要还的 他们也都很难啊 好家伙 这是要把欠钱的事 扣我脑门上啊 她的哭喊声 把蹲在门口要债的人 全都叫了过来 那群人围着我 其中还有几个 看起来凶神恶煞 你妹妹和你妈 都已经答应我们 卖房子还钱了 你凭什么不同意 是不是你把那些钱挥霍了 听说你还是个大学生 赶紧还钱 要是不还 我们就天天去你学校呢 这些人里 还有我们家的亲戚 我这才知道 我妈不仅直播 卖惨赚赚赏 还问很多亲戚朋友 都借了钱 她和凌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掏出手机 二话不说 拨打报警电话 为什么 因为骗你们钱的不是我 而房子是我的 谁骗的钱 你们去找谁要 要是实在掰扯不清楚 那就叫警察叔叔 过来主持公道 有人激动的大喊 叫就叫 你们家欠钱还有理了 凌暖慌了 亮腔的站起身 我妈也从屋里跑出来 一巴掌拍掉我的手机 报什么警 不给报警 你马上把房子卖了 还钱给他们 我指了指身后的老屋 赞同地点点头 可以 我身后这套房子 写的是妈妈你的名字 你随时都能卖 钱是你和妹妹欠下的 你连学费生活费都没给我 这些钱去了哪里 我自然也不清楚 我一个还在读书的学生 怎么能替你做主卖房子呢 围着的人一听 顿时明亮 有跟我家还算相熟的亲戚开口道 对呀 我怎么记得 林可这丫头读大学 都是申请助学贷款的 她还在大学打工 自己赚取生活费 差点就着了 秦玉萍这女人的道 竟然骗我们去问一个 女娃娃要钱 我妈听到这话 拉着林暖不动声色地往屋里退 生怕没人注意到他俩 我提高音量 妈 暖暖 你们要去哪 房子还卖不卖 这钱你们不打算还了 反应过来的众人 立刻把我妈和林暖团团围住 嚷嚷着让他们还钱 乔越的车就停在院门外 她朝我使劲挥手 我舒朗一笑 钻进车里 默契地跟乔越接了个掌 深藏公余名 报警什么的 都是假的 就让他们自个闹去吧 乔越一踩油门 把那群烂人烂事 全都抛在身后 振奋人心的高考已经过去 这段时间 我妈和林暖都没有找我 我大学的专业是小一种 已经办理好了 作为交换生出国的手续 还有一个月 我就能永远离开了 最庆幸的就是 当初我跟我爸一个后口本 林暖和我妈一个 以后山高水远 再也不必见面 只要一想到 以后我既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又能摆脱偏心的妈和细血的妹 刚做完兼职回学校的我 脚步都不由地变轻快了一些 在离校门口 还有几十米的地方 一辆飞适而来的面包车 突然停在我旁边 我戒备地往后退了几步 在看到打开门 即将下车的我妈时 我扔下手里的书 奋力奔跑 不知道为什么 我渐渐变得不安起来 奔跑的速度越来越快 有人从身后拽住我 使劲想把我往车上拖 我拼命挣扎 嘴里大声喊道 救命 他们是人贩子 很多路人闻声而来 把我们团团围住 我妈立刻把手里的一大照片 发给大家 笑着解释 我女儿不听话 想要离家出走 跟别人私奔 这哪行呢 我要把她带回家好好教育 让各位见笑了 路人看了看我和我妈 又看看手里的照片 慢慢让出一条路来 我急红了眼 想要说话 却被人捂住嘴巴 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我妈毫不留情地 在我胳膊掐了几下 用眼神示意我安静 小小年纪不学好 你知道跟人私奔有多危险吗 跟我回去 在她的事意下 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使劲拽着 我想要把我推上车 我眼底浮出绝望 车门关上的那一瞬间 我妈用毛巾捂住我的嘴 我挣扎片刻 眼皮逐渐搭了下来 接着失去了意识 我是被一碗水泼醒的 耳边传来交谈声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感觉有一双手在我身上游走 甚至还伸进了我的衣服里 这恶心的触感 让我瞬间惊醒 握住那双手 胸狠道 你干什么 不知道我妈那条毛巾上 放了什么药 我手上的力道和出口的声音 都是软绵绵的 这时候我才看清 我抓住的是一个男人的手 她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甩开我的手 跑向一个打扮贵气的妇人身旁 撅起嘴告状 妈 她不给我摸 不陪我睡觉 贵妇人微微猝起眉头 我妈冲过来一脚用力 揣在我背上 脸上带着韵怒 睁大你的眼睛 给我好好看清楚 这是你老公 你以后要把她给我服侍好咯 要不然有你好受的 我从地上爬起来 戒备地看向我妈 老公 你要把我卖了 林暖挺着个 已经有些显怀的肚子走向我 想要拉我的手 对我狠狠甩开 她受伤的别别嘴 姐 这是沈家大公子 嫁给她这辈子 你会有想不完的福 我们既是姐妹 也是轴礼 不好吗 我嫌逆她一眼 语气玩味 哦 那要不你嫁给沈家大公子 我嫁你孩子的爸爸 这样也是轴礼 行吗 林暖眼眶瞬间泛起泪水 紧咬下唇 十分委屈的模样 我妈把林暖护在身后 对我立身呵斥 你要不要脸 你妹夫你都敢想 真是下见 说着她又转过头去 对着贵妇人讨好道 沈夫人 我这女儿不太听话 你要打要骂我绝对没意见 沈夫人目光略带挑剔的上下打量我 才开口 要不是看待你女儿身世清白 又是处女的份上 就这样的 我可看不上 我气笑了 你们这群人贩子 拐卖妇女 强奸妇女 逼妇女婚嫁 都是犯法的 再说 不是处女又怎么样 杀你全家了吗 就你儿子这种 一看又傻又蠢的憨货 死了最好 活着也是浪费国家资源 沈家这个大儿子 我上辈子曾偷偷听凌乱提起过 他小时候发烧 脑子被烧坏了 长大后 为了能给他们家传宗接代 沈家夫妻亲自教沈安 强奸了保姆女儿 保姆女儿不堪其辱 跳楼自杀 这件事被沈家夫妻隐瞒过去 闹出了人命 沈家夫妻就不敢再随便 找个女人给儿子了 可沈安尝到了这种事的甜头 后来又染指了 他们家厨师的媳妇 被沈家夫妻给钱打发走了 就这种畜生 实在是很有必要 让她去吃铁窗饭 我的话激怒了沈夫人 她气得满脸通红 精致的美甲 快要戳到我的脸上 你敢诅咒我儿子 今天我就让我儿子玩死你 沈安笑得一脸猥琐 我害怕得不停往后退 四季寻找逃跑的办法 我妈和沈夫人 凌暖三人 含笑得看着追逐我的沈安 就像在看一场 猫捉老鼠的游戏 就在我渐渐因为体力不支 被沈安扑倒在地时 别说大门传来碰的一声巨响 接着大门被强行打开 一行穿着警服的警察冲了进来 乔越哭着 把我身上的沈安推到一旁 双手颤抖地扶起我 对不起对不起 可可 我来晚了 我摇摇头 劫后余生般扯了扯唇角 笑着安抚她 不晚不晚 你来得正合适 上辈子 我妈无死我的那一刻 也是乔越带着警察冲进来 很可惜 她没能救下我 因为这件事 乔越自责了一辈子 终身没有嫁人 她把我妈送进牢里后 用尽各种方法 报复远在千里的凌暖 只为了让我安息 想到这 我越发用力地拽紧乔越 她却以为是我害怕 紧紧搂住我 沈夫人和我妈 极力否认绑架我的事 警察没给他们辩解的机会 动作迅速地 取走别墅的监控视频 警察对着沈夫人正义凛然道 有人举报你 帮助儿子强奸逼死未成年少女 并多次纵容儿子 对女性实施犯罪 请你和你犯罪嫌疑人 都跟我们走了 沈安虽然脑子不太清醒 但是非常惧怕警察 她发疯般地想要逃跑 警察追到三楼时 沈安爬出窗户 站在空调外机上 失足掉下去 当场死亡 沈夫人双腿一软 跌倒在地 乔越告诉我 谢宇看见我被推上面包车 犹豫再三 还是给他打了电话 预赶我出事的桥越 立马报警 这时候沈家二公子 沈安的弟弟 领导孩子的父亲沈燕 同时出现在警察局 上交沈夫人和我妈 预谋绑架我的证据 所以才能顺利救出我 我这才知道 沈燕其实是沈首富的侄子 当年沈首富设计 害死沈燕父母 夺取沈燕父母 白手起家打下的江山 沈燕因为有父母的保护 在那场重大车祸中 侥幸活了下来 她手中我有出生时 父亲给他的股份 而且要是他也死了 势必会引起警方怀疑 沈首富只能忍耐 试图养废他 这些年 沈燕一直在找 这对畜生的犯罪证据 就是为了给父母报仇 拿回自家公司 在沈燕舅舅的操作下 沈夫人和我妈都被判了刑 沈首富作为帮凶 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可还没等他被抓 就因接受不了 独子丧命的打击 中风瘫痪在床 沈燕成了最终获胜者 才18岁 就接管沈家公司 由于林暖是孕妇 而且并没有直接参与这件事 她用我妈所有的积蓄 争取了一个区保候审 林暖骗我妈 要给她减刑 需要很多钱 让我妈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自己拿着钱 满心欢喜地在家备孕 直到孩子生出来 沈燕才去看了一眼 沈燕也是个狠人 她给了林暖一个晴天霹雳 那晚你喝醉 我送你进房间后就走了 所以你的孩子不是我的 林暖崩溃大哭 不管说什么都要赖着沈燕 她让我妈去做事 我妈没什么文化 又坐过牢 年纪还打 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林暖就逼我妈也去卖 还要给她带孩子 我妈受不了给我打电话 生死历劫地控诉我 你这个不孝女 赶紧给我和你妹打钱 你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我们 受苦自己去享福呢 我坐在有着明媚落地窗的办公室里 俯视窗外的万家灯火 由衷地发出一声感慨 上辈子林暖在享福时 不也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吃苦 你这一碗水 两辈子了都端不平啊 电话那头的人顿时没了回应 我顺势挂动电话 还换了个号码 不久之后 我坐上回国的飞机 去处理林暖谋杀我妈 和自己亲生孩子的事 据警察和乔越所说 林暖不知道发什么疯 用枕头捂死了孩子 等她再去想要捂死我妈的时候 我妈忽然惊醒 林暖现在被关在牢里 我妈摔下楼梯 断了一条腿 我去监狱看林暖 林暖望着我的眼神 恨不得像是要把我千刀万挂 你为什么不让我把孩子打掉 你为什么不辍学 送我出国读书 你跟那个贱女人一样 重生了是不是 你们是故意毁掉我的人生 你们都该死 我了然的眨眨眼 看来林暖真是想起上辈子的事了 这可真是太好了 往后余生 林暖都要生活在梦境里的天堂 生活中的地狱里了 就是可怜了那个孩子 还没有看到世界 就以这么痛苦的方式离开 希望来生 她能有更好的归属 我又去看了我妈 她扯着我的衣服哀求我 可可 现在妈妈只有你了 你可不能丢下我呀 我用力把一脚从她手上扯出来 笑容明媚 妈 我会每个月按时给你赡养费 其他的 你就别多想了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怨不了任何人 我不顾我妈的放声哭泣 毅然决然地离开 她不再去工作 只靠着我拿微薄的赡养费 勉强度日 林暖出狱后 使劲折腾她 抢她的钱 经常不给她饭吃 我妈联系不到我 而且我已经去公正国 跟她断绝母子关系 她没办法再找我要钱 只能去捡垃圾 寒风腊月 她被染上毒瘾的灵暖 赶出家门 缩卷在垃圾桶旁 我的车停在她身旁 摇下车窗对她说道 你上辈子心心念念的小女儿 现在也算求人得人 我妈瞪大眼睛 留下悔恨的泪水 再后来 听说她死在了某个冬日